2013年的時候 房價其實是在高檔的一個位置 那高檔的位置裡面 租金反而沒有什麼動 可是現在房價下修了以後 租金反而才往上漲 怎麼會這樣子倒掛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 有一部分的是 房東他本身就是一個投資客 另外一個他要將本求利 譬如說我們現在房價這麼貴對不對 但是房價有一個盤整下來之後 問題是很大 問題是很大就是說 租金我覺得是因為是打房 造成房利合一稅 或是房屋稅的轉價 當然房東不只說轉價這個部分 他其實在電費也會轉價 我們先來看一個 這樣子計算的方式 大部分現在目前市場上 假設我們假設有 房東用一度電收收你五塊 到底合不合理 我先要講一下 這個是用五塊是一個平均值 因為現在已經很多房東是超收 到一度可以到六塊四 那我們用地標準 用五塊來算五元 假設今天是一個透天處 我是一個房東 我裡面隔成12間 分別出租 然後一度我用五塊 平均6.4塊以下 五塊 好 這裡在房東來講 他有私人的電表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每一戶出租界電表 還有一個公共電表 好 那我們假設這12個房間加起來 這個是一般租客的是一千兩百度 那公用電表兩百度 加起來一千四百度 我們把一千四百度 放到這個集聚裡面 每一度每一度 因為他每上一度 都有不同的計算標準 所以一千四百度乘起來 加起來 他房東總量付出去是 6515.8塊 是這個部分是要什麼 給台電的 給台電 對 這是他的成本範好 好 我們來看這個 換到這個地方來看 也是用這個表來看 那房東的成本 我們剛剛講錯 算起來是6515對不對 6515交給台電 好 那可是總量有一千四百度 各位 一千四百度 所以他跟房客總共幫他加起來 他要收一塊五度的話 五元一度的話 一度五塊的話 他是收七千塊 那七千塊是 房東自己向房客收七千塊 但是他繳給台電剛剛講到 6515.8塊對不對 那他直接就賺 房東賺那四百八十五塊 這樣又有多 五塊又有賺那多 有人講說 房東其實跟房客收水 收電費 不賺多少錢 好 可是我們現在假設 我今天是一個房客 假設我今天是250度 假設我用250度 那250度按照這個急勁 120度以下 130度以下 這部分 這部分那就是我自己 房客實際的電費 是我花這麼多的電費 250度 那就505塊 可是如果用250度是我的 是我的 乘以房東幫他收5塊 就是1250 所以房東說是1250 那我們實際付出的房客是505 好 不管是怎麼樣 你覺得這個 房東到底有沒有賺多少錢 不知道 這樣子不合理 為什麼我用250度 我其實應該要付給台電是505塊錢 那房東為什麼要收我1250元 所以這個是一度5塊 對啊 這個一度是5塊 假設我們今天是 現在有很離譜的是 收到6.4塊 等於說房東在這裡 事實上有動手腳 度數是他自己來訂的 有人到6度 甚至有人最近破表 一度收你7塊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一個製作單位很好 我們今天就把這個表 所以用5塊錢的 大概你的付出的成本 跟房東的成本多少 那以後你就可以反映給房東 你5塊 你如果要收6塊4到7塊 就是非常不合理的現象 嘉欣這裡面的話 會不會出現一種狀況 就是房客他們覺得說 你給我超收了 可是房東說 我也沒有給你賺多少錢 因為你們假設說 我如果抓到沒辦法 我搞不好都還要賠錢 給各位看一下 房東其實賺了大約 是在485塊錢 那房東也覺得他很委屈 因為公共電費這裡面的話 我為了要方便大家來收取這個電費 然後我一度電算你5塊錢 我這樣子下去算 所以1400塊錢這樣子算下來的話 其實我沒有多賺多少 485 因為你們有公共用電 可是就裡面的12間的套房來看的話 我每一貨都覺得說我少用 你給我多收 會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我覺得問題好像在於 就是他隔太多間 所以整個家總起來才會很可怕 對不對 而且其實12間來說的話 我們姑且不論他安全一回事 那當然在房東的一個觀察裡面 其實我們觀眾朋友也可以看到 他的一個度數的部分 姑且不論夏季或冬季 你其實可以看到 你當電用的越多 他其實單電的一個 就是分段的價格是越貴的 這個急劇 對 所以你看最便宜的1.63而已 那但是你到最貴的話到6點多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新制的租約裡面 其實這個是政府去年1月1號 開始頒布的新制租約 為了避免房東 房客 產生這樣的爭議的問題 大家可以注意 特別看到 在這裡面有一個明文的規定 這個地方 電費的部分 由出租人或成租人負擔 包括那個美度電費多少錢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像剛剛提到 有那個黑心的房東 美度收到7塊錢 甚至如果8塊 9塊 你就跟他簽了這個租約 抱歉 你就要照這個租約去履行 所以這個電費度數如果太高的話 換別的房間租 千萬不要跟房東 訂這麼高的這個租金的金額 對 這樣房客很吃虧 所以多少錢的話 是自己彼此之間的一定 這個是契約的 變成是大家契約自由的問題 沒有一個公訂的價格 可是問題是台電公司 他有一個公訂的價格在這邊 那個是台電跟房東說 可是這個是你跟房東 約定要付的這個電費的 那個計費方式 這個是兩回事 這個計費方式的話 可能還可以明文規定 在那個所謂的合約內容裡面 但是我聽說過 之前曾經發生過一個 就是在淡水的一個例子 淡水有一個租客 他其實租了那個房子以後 他才發現說 他的一個電費實在是高得嚇人 他光是二月 二月還不是用電的大量的時間 不是高峰 光是二月的用電量 就高達了2800元 結果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二月要繳到那麼多的 一個這個電費 就後來他沒有想到 他就去查他的一個電表 他查的那個電表不得了 他說奇怪了 怎麼到了半夜以後 那個電表還是在轉 還是一直在轉 結果他才發現說 原來他們的公用的 這個烘衣機 洗衣機 好幾台 全部那個電 全部都接到他的電表裡面 也就是說公用的電表的電費 全部都算在他的頭上 他就覺得這樣子很不合理 他跑去找房東議論 可是房東也講說 不然這一筆公用電費是誰要出呢 那全部都是要 那你如果說 直接到我這個電費 電表裡面的話 那沒有關係 那我直接把這個電費 退還給你吧 那個房東 房客也覺得這樣子很不合理 那你當初開會的時候 當初講的時候 你應該要告訴我 不應該說所有的這個 用的這個洗衣機 全部都要算在我頭上 那其他房客也說 那個洗衣機全部都是你在用 所以後來就離不清 大家都要洗衣服 其實那個已經牽涉到 有一點那個偷接電的行為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租一間房子 如果你只是租公寓 其中隔的一個雅房 記得可以把那個所有 我們用的那個電器 通通把它停掉 通通不要用 如果你的這個房間的分表 還會跑的話 那代表這個電被接到別的地方去 就要稍微那個查一下 那慶雪剛剛也提到一個 現在其實居住主要產生的問題 其實現在租屋有很多那個新的型態 比如說他會講那個共生公寓 共生公寓就變成說 三個人有三房 一人住一個房間 可是我會共用這個客廳跟這個廚房 結果那個客廳 就有人房客抱怨 你為什麼都不在那個房間吹冷氣 然後都在那個客廳吹冷氣 結果客廳冷氣的錢 是我們大家一起出的這樣 房客彼此天就抱怨 那個房東後來 百思一直想要去解決這問題 所以不要讓那個房客產生爭議 後來被那個房東想出解決的辦法了 他怎麼處理 他把那個冷氣那個電表 用一個投幣式的 對 投幣式 投10塊錢就可以吹30分鐘的冷氣 那就變成說使用者付費 結果正巧我們剛好去參觀那個房子 我們就住在那邊 一開始我們都還不知道說 這個共生公寓 這個經營型態是這樣 結果冷氣吹吹吹滿涼的 突然聽到那個砰很大一聲 那屋主說 有沒有聽到那個砰很大一聲 因為那個10塊錢已經用完了這樣 然後他又繼續口袋 又拿了10塊錢投進去 很有趣 那個倒數計時30分鐘 就開始慢慢那個 倒數那個秒數這樣 所以使用者付費 是一個最公平的原則 所以那個洗衣機 其實基本上也應該用那個投幣式 現在其實都是用那種投幣式的 對 因為其實我想起來 我小時候在租房子的時候 房東就有暗示大家說 那個衣服不要有幾件就洗 最好是積在一起一起洗 因為其實我們房間裡 你自己開電腦開一整個晚上 或是開冷氣開一個晚上 你自己都要為自己負責嘛 可是像是大家公用的洗衣機 烘衣機 那其實也是很吃電的 所以我就看 最近網路上有個說法說 好像說半夜晚上的離風時段 洗衣服用洗衣機有比較省電 有嗎 這個就一定要來這個好好的釐清一下 可能要搞清楚 你每天的那個用電度數 到底划得划不來 我們比較一下 這一邊是一般家庭的這個 電費的計費方式 它沒有分那個時間 它只有你一個月用多少那個度數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假設說 它每個月是用這個 331度到500度的話 這個非下月是2.89塊 然後下月是3.52塊 結果如果你真的聽從網路說法 去改成這個所謂時間的電價的話 我們一般洗衣服 真的會到那個半夜 你為了省錢 然後12點多才來洗衣服 不會嘛 吃個飯大概洗個澡 大概晚上8 9點 10點來洗衣服 你看一下改成這個時間之後 這個計費的度數 下月跳到4.44塊 剛剛才2塊多 3塊多 現在變成4塊多 這樣好像比較燙 結果你改的時候 反而那個計費度數的標準 是拉高的 所以除非你們家 每個月用電度數 有超過700度的人 這個才是划算的 才要這樣去改 不然你的度數比較低 改的反而變得比較貴 然後還要半夜爬起來洗衣服 這樣好像不是很聰明的做法 就這樣說 有一點點 看一下 那些人 有一點點 然後我們有多一點的 如果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這些人 可以選擇 我會選擇 這是